我覺得香港議會 其實可以代表一群 渴望香港建國的朋友 這個未必是可以到時候拿到很多很多的支持 但是一定是一群很堅實的人 這個想法 很多時候 革命 就是一群少數的人去推動 你沒有可能要求100萬人支持革命 回到最根本 我們現在 是時代革命中 這場是一場革命 這場不是一場 純粹的選舉 甚至乎都已經可能再超越了時代革命 我們現在做的事 我們是一場香港建國的革命 革命是可能要付出鮮血 付出人命 我覺得 我們的支持者很堅實 我們的理念也感動了很多人 因為不是很多人在做這件事 現在現存的 全世界的香港人之中 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是要繼續堅持下去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理念 這個是經過議程 就不是說我和你都說了 是啊 香港議會 我想請問你和香港共同立 有什麼分別 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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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支旗 你扯一支旗上去 現在扯剛剛開始 扯到頂子是那支旗 才叫做樹起一支旗 現在只不過開始 到底 誰負責者 誰負責 每天都要吵架 你說他就說不讀 每天都吵架 這個不是我們 有些人說聯邦 聯邦都沒有錯 說得錯 所以一定有機會 這個程序 由這個議會決定 不是我和你決定 OK 多謝 多謝 好 好 香港議會不等於香港獨立 千萬要 我們從來沒有提到 香港議會 達至香港獨立 只是自治 我們頂多 香港將來的發展 在我們想像中 在後中共社會 頂多有兩個形態 一個就是自由視 一個就是國際托管的城市 一個metropolitan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香港要一個獨立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的 Gender 亦都不是囚委會的工作 只不過是一個選舉的平台 然後議會將來怎麼發展呢 就看民意投票 他們覺得不行 我們要變成了一個 香港獨立國 到時的事 但我們沒有這樣說過 一句都沒有 不是我們的權力範圍 至於將來是否歸英 或歸將來的 後中共社會的中國 亦都不是我們所計 或者我不喜歡 我要歸美 我要插美國旗 都不是我們想的 或者最後說 不說得不好 我要歸越南 都不是我們想的 所以 千萬不要 不會 香港議會就是搞獨立 但是 香港將來獨立 都可能是一個選項 但是不是我們 現在囚委會的工作 我們只不過是 搭一個 選舉的平台 第二這個平台本身 不是一個大台 他真是去 提供一個 很實務 給人家一人一票 去投票 選到民意代表 而民意代表 再去 拆位一下 香港將來怎麼走 而民意代表